Express的项目代码如何进一步的进行迁移 打开我们昨天写的代码 在这里面我们写了一个logincontroller这样的东西 然后在控制台里面 当我去运行这个文件的时候 它会去帮我们去收集到里面的装饰器对用的这些数据 然后在controller这一层的装饰器里面 把这些数据统一的打印出来 我们试一下 npm run test 它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个文件对吧 它会干一件事情 在装饰器里面做了一件什么事 把我们get装饰器 定义的这些pass的原数据统一的打印出来 好 它能感知到现在我的逻辑里面 有一个login这样的原数据 有一个反斜杠这样的原数据 这个原数据对应的名字是什么呢 在装饰器里我们可以看它对应的名字叫做一个pass 那么我们现在不希望它打印这个pass 而是干什么呢 我希望有了pass这个原数据以及它的方法 我们能不能自动的生成一些路由呢 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只需要这么写单乱就行了 import router from express 我从express里面 获取到router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通过它我们来定一个路由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讲过这块的内容啊 我定义了一个路由 然后呢我在这里这么写 控制器 这个装饰器会便利整个原型链上的所有的方法 那么 我现在去取每个方法上 是否会有pass这样的一个原数据 去取pass 如果pass存在 说明什么 如果pass存在是不是说明这个方法上面 你就加了一个这样的get装饰器啊 好 既然你有一个get装饰器 我就干什么 我就生成一条路由 怎么生成呢 router get 我生成一个get类型的路由 地址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pass值 好 也就是说 写完这块的代码 实际上 对于logincontroller来说 那controller这个装饰器会检测到有两个pass 第一个pass它会生成一个路由 第二个pass它也会生成一个路由 路由的路径分别是login和反析杠 那路由接着要执行的方法是什么呢 其实要执行的方法是不是就是 我们可以在上面定一个 consthandler 等于target 点 prototype 点 我们现在的这个key啊 或者说应该这么去写啊 因为你原型上的key 其实在便利的过程中 就是你每个方法的名字 login或者home 那么你通过这个key值 再去结合原型链 就能达到你对面的方法是什么 然后你的路由 路径 访问到的时候 就去执行它下面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所以这么去写 我们现在的运行npm run test的时候 OK 它不会报错 说明了代码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不是把你的原数据打印出来 而是生成了两条路由对吧 好生成两条路由都放到哪里去了呢 是不是都放到了这个router下面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路由给它导出去 行 写到这一步 大家一定要理解 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 现在我做的事情就是 我有这样的一个类 当这个类一旦被运行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我们运行这个npm run test的时候 其实就是让这个类的代码整体过一遍 只要这个代码过一遍 它就会去走它的装饰器 先走get这样的装饰器 再走外存controller的装饰器 当整个装饰器都走完之后 它就会生成一个router这样的路由 路由里面应该包含了两项 一个是当你访问跟路上的时候 它会去调用home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当你访问login的时候 它会调用login方法 OK 那么有了这个路由之后 我就可以和之前我们的代码相接合了 首先我把package.json里面 test这块的代码可以先干掉 怎么和之前的代码结合呢 大家来看 首先我打开index.ts index.ts之前的路由使用的是 router.ts里面的东西 现在我可以把router.ts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给它注释掉 保存 也就是说它现在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我们现在使用我们新生成的这个路由 那么新生成的路由 怎么才能让这个路由生成出来呢 是不是首先我得让我的类 执行一遍 也就是logincontroller 刚才我们是通过 npm run test的形式 去执行了一下这个类 那在这里面 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类执行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类引入一下就可以 它会自动的执行了 引入当前目录下的controller 目录下的 这个logincontroller 当我去引入一下这个controller 也就是让这个controller 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的时候 那么 它的类里面的装饰器 依赖就收集完成了 收集完成了之后呢 它就会生成路由了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去引入这个路由了 这个时候在下面 我们怎么去引入路由呢 我们就要从decorator.ts里面 去把你暴露出的这个路由引入进来 我们这么去引 npm run dv 去把服务器启动起来 去把服务器启动起来 稍微放大一点 先清一下屏了 先清一下屏了 所以屏错了 OK 它会帮我们起一个服务器 那我们刚才说啊 我们这个服务器启动起来了 它的路由项应该包含两项 两项是在哪里看呢 在logincontroller里面 第一项是当你访问get跟路径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页面返回出来 执行下面这个home方法帮你返回页面啊 第二个 就是当你访问login路径的时候 它会帮你执行下面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可以写点东西 比如说我叫做 REF.send 叫login is running 保存 那么我们到浏览器上来看一下啊 好 到浏览器上进入到7001的单口 我们刷信一下 你发现没问题啊 现在果然当你访问跟路径的时候 它能把页面给你提示出来 那我们访问login路径的时候呢 它会返回login is running 那就说明我们通过装饰器这种 或者说面向对象的这种语法 来写我们的代码 或者对老的代码做迁移 现在整体流程已经能够跑通了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对老的代码进一步进行迁移了 我们说现在啊 我们对get这种请求 是自动的通过decorator 会收集到我们的路由信息生成路由的 但是它仅限于get这样的请求 那么我们先把老代码里面get请求的东西 先签一签 打开router.ts 我们看看老的代码里面啊 首先这是一个get请求 但是它里面用了中间价 所以我先不动啊 中间价我还没讲怎么去用 那这块也用了中间价我也不动 好 login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post对应的路由 所以这块我也先不动 logout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get请求 也没有用中间价符合我们的预期 那我就把这个方法先做一个迁移 找到logincontroller 在这块 我把之前写的测试的方法改成logout 它里面呢会接一个 reqres对吧 那这块呢也有reqres 我只要把它的逻辑代码 简切一下 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只不过它会报错说 get response data这个方法 现在没有找到 那我们只需要把老代码里面 对这块代码的引用啊 找到就可以了 然后复制一份 粘贴到logincontroller的顶部 这个时候它引入的就不是当前录下的utios了 而是要相对于logincontroller这个文件 往上找一层utio3的utio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它就不报错了啊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这块我们就不叫login了啊 这块应该改成logout对吧 行 保存完了之后 那现在我的decorator应该可以收集到两个这样的原数据 一个是访问根路径 一个是访问logout路径 它分别会帮助我们 再通过这个controller装饰器啊 去生成两个路由 那这两个路由 一个是logout的路由 一个是反卸杠的路由 那代码改成这样 我们回到浏览器啊 刚才这个login路径就不存在了 我们只能访问logout路径 没问题 success true 或者访问根路径 也没问题 不会把页面展示出来 就说明现在这两个迁移都是正确的 那完成了这两个代码的迁移之后呢 回过来 我们把迁移过的代码就给它删除掉 首先根路径的这个路由 我们自动的创建 以及logout这样的路由自动的创建 这块的代码 我们已经迁移完成了 所以删掉保存一下就可以 现在下面的几段的代码 我们还没有迁移完成 那这块代码的迁移呢 我们放到未来的课程里面来做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 哈喽 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